陈情望线心甘情愿 第九集 站我身边就好 江城道 世上如果都是良善的人 警察估计都不需要了 你现在变得更强大 就是对伤害你的人最大的换击 你表现得越是大方自信 对方就会越难受 干嘛自己难受呢 让别人难受不好吗 他不值得我难受 魏无羡道 表情都写脸上了 你越是这样人家越开心 以后如果当上了明星 那点是都是下饭菜 你会碰到更多不痛快的事情 要内心强大才能承载更多 江城道 魏无羡笑道 我看你是想当明星经纪人吧 说完又扫了一眼 蓝忘机道 不如你培养蓝助理吧 他都比我有可能 蓝忘机 江城笑道 哈哈 有你俩个都能当明星 当然最好 我可以做两个的经纪人 蓝助理眼霸道总裁可得很 也可以眼笨蛋小助理 鸡蛋都煮不好 魏无羡有点嘲笑地说 越说越离谱 蓝忘机急忙道 我从未想过那些 也没兴趣 魏无羡对江城道 听到没 人家压根瞧不上 我你就更加没指望了 连我自己都没想过 蓝忘机怕魏无羡觉得 自己鄙视那个行业 解释道 我不喜欢曝光在聚光灯下 魏无羡脸上露出 与年龄不相符的神情 难难道 若不是为了生活 谁愿意把自己放到灯光下 让人平头论足呢 蓝忘机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 魏必免越解释越乱 他干脆不吭声了 在一个毫无接触过的行业 刚上班就跟着出来出差 这已经很为难了 还是少说多听的好 江城道 行了 不说那么长远的事了 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 等火可能就要见面了 你有没有想好如何应对 魏无羡仰着头看像天花般 不疑惑像灵光乍现一样 笑着道 可以啊 见就见呗 谁怕谁呀 等下拦住里要一直跟在我身边 冲一下我的新搭档 好像离了他我就找不到搭档似的 还兄弟情 我要让他看清 我有了新的兄弟 蓝忘机震惊 什么搭档 我什么都不会 魏无羡道 没让你什么都会 你就站我身边就行了 一切由我来说 这样不太妥吧 就按我说的 不用整那么多弯弯绕绕 到时候还要填坑 江城道 他是担心蓝忘机万一干磨多久走了 对魏无羡会有负面影响 搭档总作不久会被黑粉和对家利用的 是的 我认同 蓝忘机接着江城的话说 魏无羡脸上有些不悦也没说什么 道 行吧 临时应变 说着起身走了 再出来时魏无羡换了一套衣服 白色的西装衬得他更加洁白无瑕 仿佛落入人间的精灵一般 让人只可远处欣赏不舍触碰 蓝忘机直直地看了一眼 急忙把眼神移开 有些人的身材天生就是来穿西装的 魏无羡穿得是真好看 干净利落却又不死板 把西装穿出了活力感 江城赞赏地说 嗯 这不错 非常棒 一定是舞台上最闪亮的仔 魏无羡白他一眼 今天不上舞台 那是后台最闪亮的仔 江城笑道 行了 行了 若不是他 这套衣服我都不会穿 太亮了 太高调了 魏无羡道 高调什么啊 这次来干嘛的啊 辛苦跑这么远还运车 难道不要好看点吗 江城道 这不是我的风格 魏无羡低头轻轻拉拉一脚说 舞台上就是要闪亮 才能吸引眼球 况且你这也不算太傻啊 一套西装而已 又没有奇装一服 也没有化夸张的妆容 底子好 稍微一装扮就那么出众 能怪高调吗 江城道 真不高调 魏无羡在镜子前转了转身问 不高调 很好 这是蓝忘机忍不住说道 这么好看不穿出来 他觉得实在太浪费了 不管表演结果如何 魏无羡的形象 起码已经出彩了 魏无羡从镜子中看他一眼 笑道 是吧 你是不是也要换一套啊 好歹是我的助理 我穿成这样 他也不能太过随意了吧 蓝忘机看看自己的休闲装 他的印象里明星的助理 穿得都挺休闲的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好歹他的衣服也好几万块呢 蓝忘机道 我这衣服不给你丢脸吧 没说你给我丢脸 你那张脸就不会丢 你换套黑西装 既然决定要闪了 那干脆狠狠地闪一下 你跟我一起保证更加抢镜 抢呗 看谁抢过谁 魏无羡道 而 蓝忘机想说他只是个助理 不想参与他们之间的恩怨 更不想抢镜 要是被朋友看到了 他没脸了 这事将成道 嗯 可以 蓝忘机穿西装一定很帅气 一黑一白想不抢镜都难 要不再戴个墨镜 蓝忘机调侃 哈哈 那不成保镖了 将成笑道 我没带西装 蓝忘机道 心想幸好没有 我带了一套 你穿吧 我觉得你穿着比我效果好 将成道 蓝忘机两眼一黑 他跟将成高低差不多 两人都不胖 目测感觉他是能穿将成衣服的 只是 呃 这有点为难了 蓝忘机道 你的衣服一定你穿更合适 魏无线瞪着他道 你是不是我助理 是的话就听安排 蓝忘机 吗 人生人 你不认为